在英国生活,个人信用至关重要 如果您的信用积分不高,征信记录不好 那您基本就相当于告别了所有的分期付款产品和服务 这里告诉大家几个好办法 可以迅速地帮您提高您的信用积分 那么有些人在拿到完整的信用报告后 突然发现自己有Default,就是欠款 或者CCJ,就是所谓的County Court Judgment 也就是说被别人告上了法庭 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们建议您立即地积极地联系所在的欠款公司 或者催债公司来讲明清楚事实原因或者安排还款 同时如果您在此时正在申请贷款的话 一定要找专业的贷款顾问 根据您的欠款金额以及欠款所发上的时间 选择相应的贷款银行 这里也要提醒大家一些貌似小的事情 例如停车费 交通罚单 手机电话 电话费的余额等等 这些都可能称为CCJ的罪魁祸首 尤其是有一些留学生 一些罚单 或者是电话费的币有单 邮寄给您的时候 可能您回国了 再回来的时候 可能您就搬家了 这样虽然您忘了这件事 但是对方 滴滴确确确的就按部就班的 把您推上了这个CCJ的名单上 另外一个影响专信积分的问题 就是地址的问题 例如有一些地址被不法分子租用后 经常会留下一些不好的记录 例如有些地址经常有签手机合同 然后就不了了之的情况 类似于诈骗 或者有些地址有大量的邮寄商品 报失 这种情况 就是可能有些商家 寄商品到这个地址 但是说这个地址的拥有的人 就说我没收到 就是我什么原因 我就是没收到 如果您不了解 这个租住房的情况下 租了这样的房子 那么对您的信用积分 也是会有很大的影响 假如您不存在以上的这些问题 而仅仅就是因为 单纯的信用积分比较低 那这说明 您平时参与的金融活动比较少 征信机构呢 能追踪到的信用足迹也比较少 所以导致您的信用积分很低 那么如何能快速地摆脱 这种窘迫的境地呢 比较有效的办法 就是立刻去银行开一个信用卡账户 不管信用额度给多低 建议您都收了 然后尽量每月用信用卡消费 同时呢 按时还款 但同时要注意的是 不是说要开很多很多信用卡 有人说 您不是说要开信用卡吗 对吧 开信用卡不是有助于帮助我们提高这个信用积分吗 那我就多开几张 如果您开了很多信用卡 这个征信机构 它会认为您属于金融即可 就说就觉得您现在缺钱 就是正在到处的筹钱 这样呢 反倒影响了你的信用积分 第二呢 就是大家用手机的时候啊 尽量跟一些通讯公司啊 签一些合同 每月自动还款 同时呢 自己家的电费啊 没期费啊 也是选择自动转账支付这种 这样日积月累 您的金融活动就越发频繁地出现在信用机构的视野里 那么伴随着您按时还款 您的信用积分也会迅速地升高 您了解了吗 如果您在办理贷款的过程中 遇到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 可以随时联系我们 我是圣玛丽私人财富的贷款顾问 我是宝哥 感谢大家收看